接着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获悉 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5月22号下午40起 雅万高铁开始连条连试 这标志着雅万高铁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连条连试是为确保动车组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在高速铁路开通前进行的严格试验检测和设备调整优化 当天试验列车由雅加达哈利姆站始发 途经卡拉旺瓦利尼站到达万龙德卡卢尔站 对沿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预警监测等系统性能进行检测验证 在连条连试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动态检测和动态试验工作 最终实现我们整条线安全稳定高质量的开通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龙 全长142.3公里 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 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项目建成后 雅加达到万龙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将大幅改善当地交通状况 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完全采用中国标准 截至目前雅万高铁项目已吸收印尼当地5.1万人次就业 建成通车后将为印尼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雅万高铁开通后 运营维护还是双方合作 目前已经分段开始培训 将延续到2023年底 未来会有更多的印尼人在雅万高铁工作 他们的收入以及沿线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有乐观的预期 E ? E ? 感谢观看